專案是這個PTT的IT 我們叫做測血啦 就是看一下PTT的IT做什麼 然後為什麼會做這個呢 簡單說呢就是現在假消息非常嚴重 那你講一下我是Rock 然後之前是OSSF的人 這東西現在已經倒掉了 那就是一個做推廣Open Source的單位 那現在在基金會開放化基金會 那開放化基金會做的事情呢 簡單說就是這樣 就是以社群為中心 然後協助社群 然後呢做一些跟 開放資料開放 開放原始碼相關的工作 然後我們也關心這個 跟人權跟網路自由有關心的議題 也會做一些倡議的事情 好那我們就看這個新聞好了 這就是上次看到覺得很shock的事情 那唐政偉就講了這樣的話 政院別造謠 那聽起來像什麼像是 行政院已經在造謠了 就非常的聳動的表題 那仔細看呢 其實唐總講的事情是這樣啦 就是 院的立場很簡單 不要自己做造謠的事情 這是呼籲大家 不要從自己這邊發假訊息出去 對吧 他不是已經做了 而是還沒做 對那 現在的風向就是這樣啦 PTT呢被 這個講成是假新聞的來源 因為很多假帳號隨便都可以買得到 對不對 那300次 已經登入300次 最貴1400塊就可以買得到 那也算是便宜啦 所以呢就變成說 那邊好像是很多假訊息都會從那邊發出去 那 查這個新聞的來源呢 的真實性 COVID已經在做了 那它是很重要的 那 除此之外呢 我們覺得找來源也是很重要 就是我們要finding the source 就是要找出那個來源在哪裡 好我們就來做一些open source的事情 那 在找這個PTT的ID的來源 網路上已經有一個鄉民在做 那這個網站呢 哇好快喔 這網站已經做了現在這樣的成果 那可以找到一些 它發的文的一個關鍵字 然後還有它的做期時間 這是現有的東西 但是這個東西它沒有open source 所以我們就來做一個open source的版本 那open source的版本 我有稍微研究一下 我們大概會準備公開這樣的資訊 第一個是爬到的資料 那這可能比較有爭議 所以我們會再討論 然後一個是source code 當然會公開 還有一些文件 跟這個開放授權 還在討論 怎麼樣的授權方式釋出 那要找的資訊大概是這些 就是使用者的資訊 它發哪些文章 然後它的這個來源在哪裡 然後退序文這樣 然後我們是用一個PTT WebCode改的 然後現在有用到這些套件這樣 所以那個社群比較複雜 可能要再研究一下 然後這是現有的功能 這樣子 好 你們可能會覺得IP不夠標準 就是可能會用一些VPN跳板之類的 所以我們有多做一個ASN的查訊 那ASN大家可能要google一下 因為我也不太講得出來 好 那現有的成果就可以輸出成CSV 然後歡迎加入我們需要這些人 好 聯絡資訊 謝謝大家